感谢南无大慈大悲观日音菩萨 他说什么 感谢南无大慈大悲观日音救护救难菩萨 感谢救护救难菩萨 你看这种人能不生病啊 连菩萨的法号都叫不全 感谢南无大慈大悲救护救难 观日音菩萨 感谢大慈大悲卢军台长 卢军台长 上次有一个人叫我卢红军 有一次有个人叫我 叫什么 卢军长 对不起 反正我都做过 讲吧 我是六五年属蛇的 您看一下图层 六五年属蛇的 想看什么 我的病症 复科 不是 那个癌症 知道 长在复科部位的 那个 一线癌 看见了吗 我自己的夜自己背 我告诉你 已经晚期了 对 古早 师父很喜欢你们 所以有时候跟你们大家像亲人一样 所以我真的很爱护你们 你看我应该稍坐这张小 你现在记住了 你第一 要虔诚 要诚实 听得懂吗 是 你有在人间做过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我也不讲了 你好好忏悔 好吗 好 第二 你自己呢 在怀孕的时候啊 有钓过孩子 对 然后 你自己 还有两个小问题 你的婆婆 你的婆婆啊 跟你冤诀比较深 对 以前我们吵过架 两个人经常这样 我脾气不好 婆婆还在是吧 在 但是他身上有个灵性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婆婆在诅咒你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前夫离婚了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啊 一个人做事情做了太过分了 人家对方天天骂你 天天骂你 就是诅咒你啊 所以一个人不能被人家诅咒太多的 所有的人都说他好 这个人运气就忘起来 所有的人都骂他 这个人很快就倒霉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现在忏悔 你跟我忏悔 跟婆婆去忏悔 我又不是你婆婆 跟我婆忏悔 跟所有我对不起的人忏悔 我告诉你 你跟他好好忏悔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我看到他 有一点点力量 就说明他也念过经 他也拜佛 我告诉你 他天天在菩萨面前哭呢 说哎呀 我的媳妇不好 他天天讲好了 我告诉你 护法生就会给你颜色看 不让你生癌症啊 你这种典型的 我告诉你 被人家揍出来的 就像人家下杠头一样 所以现在社会 我再三跟你们讲 不要去作恶人 看见谁都笑一笑 何况我们学佛人 现在的人我告诉你 你跟人家一作恶 接下来 你马上就会有 倒霉的事情来了 我现在开始忏悔 发大怨 我激生 你现在开始 先跟婆婆说对不起 婆婆对不起 真诚的对不起 现在跟我们讲 有什么样 回家就跟婆婆讲 她死了你在这里讲 婆婆一定听得见 她还活着 你得回家讲 你以为你是谷台长啊 我在这里讲 她就听得见 你看我那念多少经 你说什么 念什么经文 念什么经文 是大悲咒啊 还是 李国大忏悔文 你要念李国大忏悔文五遍 多少想房子 放生多少余 想房子 想房子你 至少 你想房子 你至少要86张 86张 放生余 要两万四千条 好 谢谢大师的 你跟我记住了 我不跟你说假话 回去真的跟婆婆说对不起啊 我现在学佛了 台长骂了我了 婆婆 我现在真的好好做人了 你骂我 打我都没关系 我真的改了 我做好孩子了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你不得到她的原谅的话 我说你这个一线很麻烦的 你现在照现在这个情况 你还能活四个月 你别跟我讲 我告诉你 你师父厉害的不得了 你们看到吧 昨天一个法师的妈妈 爸爸走失了 师父当场在大法会上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吗 我还说保守两天呢 几个小时就早回来了 我的意念可以到她身上 让她回 那个叫什么四的 昨天说一个什么四的 我真诚的忏悔 我能改变我的命运吗 好好改毛病了 是 你不孝顺 我告诉你 现在也拉走 我告诉你 现在对老长辈不孝顺的 照样拉走 谢谢 谢谢大师大卑的 卢君红台长 谢谢 谢谢台长 下去吧 谢谢台长